第五十四回 天垣三光 力氣的走狐佬 伸了懶腰 嘆了一口氣 就走出門口了 小如兒這樣才送了一道氣 他說 哈 這個賭鬼的武功 真是好東西呀 江玉郎就說 我 我 我們還不快快快點走 嘿嘿 假的 不走就正乾弟呀 各位 這兩句話其實是正話學的 當然 無論是什麼人 要學外地人的謊言 最容易學就是罵人的說話或者粗口 兩個人 很快就 抬起了上面的石板 捐出去 這樣才看清楚 原來這間廟供奉的神像 是趙元壇 於是小如兒順手拿起了雞 一邊吃一邊笑著說 哈哈 可惜我們又沒有看見那個惡賭鬼的臉 你說他的臉有沒有這位趙將軍那麼黑呢 我想 可能會比他更黑 江玉郎害怕呀 他說 求求求你 快點走 行不行 行不行呀 這麼快就去做什麼呀 想去追那個惡賭鬼呀 吃雞啦 吃得不要浪費呀 說到這裏 說到這裏 他突然間發現 江玉郎是眼睛睛的 於是乎轉身望下啦 哎呀 馬上 就見到那個 見人就賭的惡賭鬼 軒圓三光的臉 只見他 臉如鑊底 滿臉胡鬍 那唐眉呢 好像鞋叉那麼粗 眼睛呢 就似了個銅鈴那麼大 不過 就只剩下一隻 左眼上面罩著一塊黑布 更自然顯得他飆悍 凶猛 那這陣時 那隻銅鈴那麼大的眼 就挖著小魚兒 小魚兒笑一笑話 嘿嘿 雞味道幾好啊 不過可惜沒有酒 軒圓三光似乎覺得他好可愛 居然把那特別大的酒糊塗送到小魚兒的面前 他笑著說 這隻酒 好硬啊 小魚兒接過來 額高的頭 一口氣質 就喝了十幾口 然後用手抹抹嘴 居然就臉不改色 笑眉眉地說 什麼這麼淡的酒你都說吞的 你當我小孩嗎 啊 哈哈哈哈 你這個靚仔 奇得兒啊 從哪裡來的 哪裡來 那就是從窗口爬進來 啊 啊 從窗口爬進來偷人家的雞城 還那麼牙尖咀你 幹什麼呀 死人可以從窗口飛出去 生人為什麼不可以從窗口那裡爬進來 啊 啊 你早就來了嗎 什麼不是可以呀 哈 哈哈哈哈 你年紀小小 來這個荒山做什麼 做什麼 找人賭啦 軟軟三光滑大隻眼來看著他 望了陣 然後哈哈大笑他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油脆油脆 殺了油脆 來 一手 就將小魚手上的酒糊腦搶回來 激烈滑烈 又是灌了十幾口酒陸土 小魚又是從他手上一搶 搶回酒糊腦 亦都灌了十幾口 然後笑著說 別這麼小器啦 煙酒不分家 又酒大家喝嘛 啊 你個帥哥 你說居然不怕我 哼 假咪 我既沒有檔譜輸給你 又沒有老婆輸給你 最多就是輸個頭殼給你 我怕什麼呀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竟敢同意阿爸到頭殼 怎麼不敢呀 不過 你的頭殼我就不要了 大那個頭啊 放著放不進袋 拿著又重那個頭 就是這時候 有個人接著說 你不要 我要 憲緣三江的狂笑聲 就好像被人一刀斬斷了那樣突然之間停了 小魚呢 錄大雙眼 不出聲 這句說話 雖然只是講了五個字 而且講得很慢 但是 已經顯示出一種堂堂的氣勢 憲緣三江背對著門 這時候仍然沒有轉頭 因為他已經察覺出 有股煞氣 若果他一動 就會失了先機 他只是慢慢地說 是誰 敢搖 憲緣三江的頭啊 只要是真是英雄好漢 憲緣三江 情願把頭送給他 那個人說 憲緣三江 果然 豪氣如雲 果然痛敗 說話聲中 一個烏沾高計 白密南袍的清清瘦瘦的道士 走進來了 他的右手 緊握著腰間的劍柄 劍 已經出竅四吋了 雖然只是出竅四吋那麼多 但是已經有一種伶俐的劍氣逼人未知 憲緣三江學話 來的 是不是 阿微掌門啊 各位 小魚當然認得這個藍三人就是神次道長 但是憲緣三江的頭都沒轉轉 怎麼會認得出他的 這個惡賭鬼 難道後尾怎麼有那麼硬的 神次道長也似乎有點奇怪 他說 閣下 怎知是貧道呢 哈哈哈哈 若果不是一門一派的宗主掌門 哪有那麼堂堂的劍氣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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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緣三江 果然 厲害 哈哈哈哈 不過,道長未入門,兼已出招,難道不怕失去你宗主長門的身份嗎? 呵呵! 面對明鎮天下的軒圓三光,噴到不能不睡礙小心的。 蛤? 照這樣說,道長是一心想要捱頭了。 此理我未勝地,殺人者死。 呵呵! 哈哈哈哈! 好過殺人者死? 道長,難道用崖為幾塊廢料填命嗎? 貧道不是為人報仇,只是湖山之宅,宅無旁財。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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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本門子弟伏手聽命 就算是其他門派 亦都要給面貧道 這樣的頭 還頂不過你 哼 你的頭雖然好 只可惜 捱用來沒用 而你割了捱的頭 不但維護了你俄眉聖地的威風 又增長了你自己的聲望 這樣算起來 捱得不花算 這樣賭法 捱得不賭 呵呵 閣下 只怕不賭都不行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這句說話 捱得不知對人家說過多少次 想不到今天 竟然有人對捱說 不過 你雖然想要捱個頭 捱也不想要你的 捱也難道不可以一走了之嗎 你走不掉的 你想怎樣告訴我 哼 哪個千元三光的頭呢 哼 這樣的事確實不多 但你 你身邊有件事 勉強可以充數了 什麼 是你的掌門同步 你如果贏了捱 即管割捱的頭 捱若贏了你 你的阿微掌位 就會讓給捱過一個人 除此之外 別無選擇 但是 捱還可以給你一個優惠 給你 怎樣啊 捱也就這樣站在那裡 任你斬三劍 你三劍 若我傷得到捱 捱也就算輸了 捱也雙腳若我離了地 或者移了位 也都算輸了 小魚在旁邊 怎麼也想不到 他會想出一個這麼狂妄的賭法 他算來算去 這樣的賭法 真的連一分勝算都沒有 但你說 人是站在那裡 雙腳不准動 等於木頭人那樣 神賜道長 領袖 領袖劍法以身勒建牆的 鵝眉劍派 有三十年那麼長 劍鋒之下 真是鳥仔都飛不過他頭頂 怎麼會斬不中個木頭人呢 小魚心想 啊 你以為這個惡賭鬼提出這樣跟人賭 當然是吃錯藥頂了 一不是 當然是喝醉酒 但是神賜道長呢 仲是不動聲色 他想了一會兒之後就說 你還不還手啊 哼 當然不還手了 是啊 這麼好處都有的 神賜道長本來呢 還很沉著 去想想會萬一發生什麼的情況 但是聽他這樣一說 就大聲說 好 貧到道了 那麼 你的銅符又在哪裏 銅符 掛在貧道的腰間 路駕小施主 拿去給他看一看 他說的小施主呢 就是小魚兒了 事因他這時候 已經蓄勢運氣 有如箭在言上 如果是鬆開手去拿銅符呢 那氣勢就鬆了 何況 他握著劍病的手 如果一鬆 那牽原三綱 立即 就會轉過身來 到時 情況就有所變化 他這時候 腦裏面就已經有了必性的把握 當然 當然 就不願有絲毫的變化了 天原三綱大少爺說 哈哈 神賜道長 果然精明 但是 這個年輕人 很韌皮的 你信得過他嗎 這位小施主 年紀雖然輕 但來日 必將為武林放一二彩 成就 必定無人可及 又怎會將區區一面銅牌 放在心上呢 小魚聽了忍不住大少爺 哈哈 我為道長做些事無所謂 道長不用捧我的 各位 他把口雖然這樣說 其實心裏面真的很有趣 立即 就從神賜道長的後面兜過去 解低了腰間的銅牌 神賜道長就說 但願小施主 小心保管 道長你放心 這樣吧 我也免得給他看 反正這面銅牌 就絕對不會是他的 軒然三光聽了之後大少爺的話 哈哈哈哈 受了人幾句好話 立即就要咒崖輸 你反正都在輸了 我咒不咒也無所謂 說不是 崖也會令你失望的 這陣子 神賜道長喝馬了 各下準備好沒有 哈哈 你未入門 捱了就準備好了 那 噴道就出手了 好了各位 神賜道長究竟怎樣用 俄眉劍派的精妙劍法 來對待千元三光呢 明天才講 明天才講 行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